在國際電影節的消息方面 中國電影產業展 今年是第六年參加多倫多電影節 主要以推廣中國最近兩年 蓬勃發展的動畫片為主 另外由中國電影合拍公司 主辦的市場展映 還會放映五部優秀的華語片 希望能夠拓展國際市場 請看楊潔的報導 青年帶來的十部動畫片 既有寫實類影片霸王龍 也有時空營救等科幻類題材 以及面向不同年齡層的動物 神話故事 天降財神貓 小美人魚的奇幻冒險等等 反映了中國動畫片 近年來迅猛的發展態勢 這種方向性的調整 是根據國際市場 對中國影片的市場需求 做出的呼應和調整 從我們調整的效果來看 我覺得從開展的第二天 我們就收到了很多買家 給我們的一些動畫片的 一個很強的意向性的購買願望 除此之外 保你平安 《三大隊》《我們一起搖太陽》等五部精心挑選的中國影片 也會在電影節期間參加市場展映 這個效果也是特別好 一個是大家能夠看到整個電影的全篇 另外也給大家 就是給在多倫多的華人也好 還有很多西人也好 他們能夠看到 描寫這種中國小人物的這種真實生活的故事 《中國電影產業展》參加多倫多電影節的六年以來 已經展映了近百部的華語影片 有多次參加《中國電影產業展》的華裔導演表示 通過這個平台 大大拓展了他們與國際電影界的合作和交流 疫情後我就過來拍片 就是在當地取一些景 然後包括去了Montreal 包括在Toronto的Local City這邊取很多景 我覺得拍出來的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很漂亮 而且人也都很友善 多倫多電影節呢 它是一個就是很有市場效果的一個電影節吧 另外多倫多電影節 它也有其他的一個計劃 比如說2026年要有更多的方令進來 他們要建更大的市場 可能做成全球最大的這種的 電影市場的交易場所 主辦方北美文化藝術交流協會表示 將會把更多類型和風格的中國電影 帶到多倫多電影節 進一步推動華語影片的國際化拓展